嗨 大家晚上好 是不是很好奇 已经11点多了 Manda还做live 其实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喜悦 就像大家看到我的那个title 币国际送给我的生日优惠 因为这个也是我生日啦 好 其实你看到这一包东西 就是befuel 所以这个be国际呢 对每一个 单个月生日的IBO 都会有一个特价 特价购买这个befuel啦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觉得 因为今天上了一整天课嘛 所以我没有办法 在下午的时候跟大家开播 所以我有选这个时间 嗨 嗨 嗨 好的 嗨 Katrin Chur 来来来 我打开 我现在是unbox 我的新鲜滚热辣 今天才收到的 就是我的befuel啦 大家好 大家很好奇 对不对 befuel到底是吃 是什么功效 为什么我会去购买这个 我的birthday treat 对了 Katrin Chur 对了 大家可能会像我被我的课题所吸引进来 还是一句好老掉牙 就是说我们的衣服脏了 你都会拿去洗衣机洗对不对 然后家里的过滤器filter 是不是定时定期都会拿去都会拆开 然后换洗里头的那个滤芯 为什么 因为滤芯过久了就会有残留物嘛 然后就会影响排出的水量会越越细越越小 甚至是没有办法隔开那些肮脏的物品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一定会去过滤的东西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哦 我们的心脏其实在妈妈的肚子六个星期就开始操作 从未停过耶 然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心脏要怎么照顾 好不好 其实BEE公司就配合了跟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 Dr. Philip Mouret 这个formula只有BEE拥有哦 然后里头呢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今天开播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BEEFU大家别小看哦 我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小盒一小包装 它是这样子小包装 其实你就是需要每天倒入一个150毫升的那个开水 然后就可以饮用 我通常都会在早上喝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很累的话 那我都会零睡前喝 有时候感觉很压力或者是很忙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脏需要燃料 好不好 那我就通过今天这个live跟大家分享 这一小小包装的东西 这个BEEFU到底有什么成分 让我们的心脏这么的喜欢里头的里头的成分 好不好 ok里头第一样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叫左线金氧酸 L-Argini 所以它呢其实是会转换成一氧化氮 就是NO啦 然后来促进 其实是促进那个NO的生产 然后NO呢其实是有助于放松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的维持正常的血压哦 可能大家会想到说最近MCOCMCO 大家应该会很紧张很压力 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担心说 哎呀我这样子出门会不会被感染啦 或者是我做这些预防到底有没有效啦 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担心工作 好不好 因为工作不知道会不会被影响 就所谓的公司的收入啊 甚至是老板的生意到底会不会再长久 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 造成让我们的心脏其实很紧张很紧绷哦 这只是我们我们有时候偶尔我们摸一摸良心好不好 摸一摸它你别那么紧张 ok我会好好照顾你 所以通过这个befeel哦 再来呢里头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样 另外一个成分呢 就是红石榴啦 它就是可以提高抗氧化的效果 它是非常高强大的抗氧化 它跟其他果汁和其他水果相比的话 它是很高的抗氧化 那其实抗氧化剂到底有什么作用 它就是能够有注意清除自由基 保护我们的细胞 让它免受伤害啦 最主要的还有一样就是 减少炎症的发生 炎症发生其实就是我们也看不到 它就是细胞生病发炎 所以发炎的时候就会我们会造成我们的肌肉酸痛啊 我们的泪啊 这些都是发炎炎症就是我们看不到 不会直接的不舒服的那种是 转什么indirectly 就是让你不舒服的 然后再来呢 在里头还有一些成分 就是红番茄的萃取物 红番茄萃取物其实是 主要功能是促进血液流畅 它是保持血管的柔韧度跟弹性 所以再来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小板凝固 血小板的那个凝血功能维持在健康水平 当然也进一步降低血压 因为为什么血压会上升 是因为血管不流通 就打个比方说 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如果是通畅无阻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高血压 因为高血压是因为在血管某一个地方 某一处血管的那个疏通那个管道 越来越细脚越来越窄 为什么是因为被那些血盘 血脂所黏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壁 造成了很难流通 好不好 再来里头还有另外一个燃料 就叫做Q10 Q10其实呢 它是给心脏的一个燃料哦 大家可能会觉得哦 心脏到底需要些什么 它才能够比较有力那个muscle 其实这个Q10就是提供我们的这个心脏的燃料来的了 就是build out 就是给它的一个辅助品 ok 然后再里头还有甜菜根 刚才说了红石榴嘛 其实红石榴里头还有一个成分叫做甜菜根 其实这两个是一起都是很高抗氧化 然后输送到大脑啊 心脏肌肉的 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分开了 ok 其实呢 主要befuel的功效哦 除了刚才以上所说的柔软啊 我们的血管 其实它还能够增强肌力 这就是之前大家如果追踪我的FB live的话 都会知道 我喝befuel是因为改善我的肌力 不是因为我有三高问题 甚至是血管有问题 当然另外其他的一些功效就是能够促进 活化我们的那个细胞的活力啦 ok 然后增强体力 再来能够改善两性的关系 就是男性的薄习功能障碍 它会改善 当然最主要今天我开live 还要再次提醒大家 因为CMCO的关系 大家的心情都会很不好受 ok 不过我觉得心情很不好受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伤着我们的心 好不好 那我们要如何爱护我们的心呢 通过befuel吧 大家今晚听完我的这个FB live 觉得想多一点了解 什么是befuel 为什么我特地在这个已经要凌晨的时间 还做这个FB live 讲关于befuel 因为 我很庆幸 因为我是IBO 所以我有这个优惠 在我这个生日 我买给我自己 我送给我自己 然后我其实是送给我的心 好不好 其实这个身体 父母给我们一个健全的身体 接下来 真的是要有我们好好的照顾 那好好的照顾 当然既然遇到一个这么棒的产品 那我也不吝啬 所以我今天开了这个live 我很希望我身边的朋友 在听着的朋友 甚至是你们身边有一些 面对着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 其实应该不这么说 每个人都有血管 每一个人的血管 大家知不知道 每一个人的血管 其实可以环绕地球两圈半 大大小小的 每一个器官的血管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两圈半的地球 是不是很长很长 这么长的一个血管 在我们体内 我们要怎么做 清理工作 告诉大家 比feel真的绝对能 然后可能在结束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短短我的见证 我不再讲记忆力的这个 因为每个人听到 都已经觉得 嗯 绝对不是问题改善记忆 当然是我的血管问题 刚才我说了 我没有三高 不过呢 我的手掌 可能大家如果有见过 我之前的一些分享照片 可以看到我的手掌 这一代现在很漂亮的颜色 对不对 可能在这个video结束之后 我会在下头放我 两年前 ok 两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我的手掌 其实这个区块是很明显的 我的血管 呃 因为皮肤 我很白 ok 然后我的皮肤 嗯 很明显可以看得到我血管的颜色 就是 青啊 紫的啊 就是很很夸张的那种 然后每个人看到我手掌 就觉得 Amanda你什么事 受伤了吗 你的手 其实不是 是我的血管有问题 那 当然我也通过一些 呃 很多的自然疗法 然后我都发现 帮不到我 然后当然我就发现 哎 通过BE的这个BFU 帮我改善 就所谓的嘛 清我的血管 我找到一个可以清我两圈半地球那么长的血管的一个辅助品 所以很很开心很想马上 所以现在就开了这个live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呢 我现在就要去喝我的BFU啦 所以大家如果也想像我一样 找回自己的健康 通过BFU的话 在下头PM我 然后我会教大家如何再配合其他的饮食 然后再配合BFU 带来四半功倍 好不好 OK 我的分享到此 晚安 大家谢谢收看 当然我还是要 希望大家在这个CMC 我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卫生 个人卫生一定要 留意 然后当然 爱惜家人也是要爱惜自己啦 所以我们要对心负责哦 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